Focus转回亚洲 南韩的社会震荡是医生罢工潮 持续至今三个月 那么罢工潮最主要的原因起点 是为南韩政府决定 那么在医学院扩大招生 而一次扩大的人数大概有千人左右 在5月10号这一天 部分医学教授集体停诊一天 威胁如果政府不撤除扩招的政策 他们会休整一周 而南韩政府底线也很硬 他们计划修法 如果为了健保医疗 危机等级达到严重的时候 南韩就要开放 持有他国执照的医生在南韩职业 而现在出现一个米其林餐厅老板 他的妈妈受伤 但是因为医疗罢工 没有办法看诊 老板感到愤怒 所以他公告禁止这个米其林餐厅 禁止罢工的医生 入内消费用餐 入选2024年米其林指南 位于首尔马普区的一家议事餐厅 Instagram官网丁选贴文 大大写上参与医疗罢工者 禁止进入的字样 进一步点开贴文后 可以看到店家清楚写明 暂时拒绝参与医疗罢工的相关人士 连职业道德和实名感都抛弃的行为 应该受到指责 店家落下如此重话 原来是因为 人命关天 却被罢工医师忽视 店家老板气不过 决定拒收相关顾客 医院病患看诊权被剥夺 难免引起不满 但医师面对负面声浪排山倒海 人为停下捍卫医疗人员 权益的步伐 석 달째 이어진 의정 갈등으로 체력적 한계를 호소해온 의대 교수들이 동시다발 휴진에 나섭니다 전국 의대 교수 비상대책위원회 소속 19개 의대 51개 대학병원 교수들이 참여합니다 南韩全国 一科大学教授 紧急对策委员会宣布 因为持续长时间 超负荷工作 导致精神和身体疲劳 都以濒临崩溃状态 组织内 医学教授宣在5月10号 集体修整一天 4月底也曾有医师修整 但当时参与者没这么多 并未出现严重医疗混乱 但这回涉及医院 却高达50家以上 影响更加广泛 医界甚至警告 若政府不停止增加 医学院扩招程序 将集体修整一周 到时候造成的庞大医疗空白 势必将引发病患强烈不安 对其南韩总理 再度出面 劝医师回头试案 要医师 医大教授为病患着想的同时 总理韩德珠也要求医大学生 立即返校 并承诺将和校方制定措施 减轻扩招 对医学系在校生造成的伤害 喊话之外 首尔当局似乎已找好其他备案 南韩保健福利部8号表示 为了应对医疗人员不足 计划对医疗法施行规则 进行修法 若是医疗危机 持续拉近爆 只有外国医师执照者 只要获得批准 就能在南韩行医 只是这一消息曝光 再度触怒医界人士 尽管政府已挂保证 不会录用劣职医师 但医界不买账 痛批当局将人民当作实验白老鼠 呼吁总理下台 已是负责 医界与政府的对峙 越演越烈 双方法律攻防战 也如火如荼展开中 政府是如何讨论出 明年医学院因扩招2000人 这个数字 一届怀疑 首尔当局根本没有提出 相关会议记录 可能违反公共记录管理法 南韩医学院学生扩招计划 引发的后续风波 持续延烧 政治两方 却谁也不让谁 一届坚持让政府撤回扩招政策 总统引西月9号却在就职两周年记者会上 重申医疗改革决心 双方矛盾逐渐加深 更强烈的白色风暴恐怕近在眼前 TVBS新闻 最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